记者前立中台北报道,台北地减署侦办三中案,就中央党部大楼交易,以及前立内蔡正元涉侵占中营减资款案,今天侦查终结,包括前总统马英九,中投公司前董事长张哲琛,前总经理汪海清,蔡正元,蔡正元妻子及岳父等6人,均被依违反证券交易法等罪起诉。 起诉书指出,关于三中交易部分,针对中市交易的部分,已始终投公司损失4亿94304397元,中营交易的部分,始终投损害18亿2316650元,中广交易部分,始终投损害15亿5270391元, 合计损害中投38亿49321438元,就中央党部大楼交易的部分,导致国民党损失5197128278元。 此外,关于中广股权交易的部分,是国民党应收股款债权,有28亿4530万元无法实现,加计三中二及就中央党部大楼交易,积极损害加消极损害的部分,总损害国民党的利益合计72亿9174万9716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